这个上海位偏菜刀队了 其实这个版本倒还好 这个版本菜不菜刀都还行 可以 武则力的话 那就是要往后期再拖点底了 都是打后期的一个大盒的思路 看一下这个剑机和剑膜的位置 选择让中单二楼 让他顺利地达到后期的话 其实对于右边的C位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威胁 我觉得两边BP今天都是有设计的 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局 蓝色方的FG和红色方KBG 换线了抓到了KG 前面是很难受 这本来剑机打 这个侧影KBG做得也很快 把剑机来换到下落 整体的经济是没有什么差距的 想过来想先打一套吗 大唐就在后面交了一个闪现 CF17也开出自己的一个大招 但是丽利亚就在后面 一闪大流到了CF17 KL这波发难 他的反蹲做得非常到位 公开属行被左卫扭开了 那这样打到 这样四分钟马上到双阶刷新 奥恩在中路又一撞 但反身被探戈给留住了 又是CF17 但是这波安威赛大招大到了空 他能进去直接把空给收掉 完成了一个一换一 大唐还是很能打的 再刷自己的被动和E技能 这波是CF17用自己的性命 跟对面的AD完成了一个互换X飞门 SKY的这个位置和建模有个遭遇战 KG先来了 那这样的话 KPG是要打的叫羊 羊撞过去撞到了对面的丽利亚 而且在人群里面大唐被留到了 这些也是被拿了下来 那这波团还要再来打吗 SUNFLOW在侧面被挂了一个虚弱 后续还要再来硬来接 KG闪现过来 戳死了对面的一个贾克斯 再等一下自己的技能 大招还在手上的 这波是一个炮台 抱歉 不是直线 是的 炮台被丽利亚给成功 来了 要集合众人 召唤炮台 来尝试一下 Lemon直接大招来开 而且贾克斯绕后绕得很不错 结果就到SUNFLOW SUNFLOW被秒了 丽利亚的一个睡也睡到了两个人 开个潮 潮到的是一个前排 SUNFLOW也要倒 集合五个人的力量 破了中一还击上了你两个人 FG正式的把前期的血球给滚了起来 打一打不过 感觉对于大唐来说 有炮台逼出了大唐的闪现 那这样的话 伴随着前期的资源是进被 能找到Lemon吗 这波感觉有机会找Lemon Lemon想去踩杀 先被留住了 但Lemon有闪现 对面也有两个技能 开一个大招 公开主行留到了Lemon 人头给到了大唐 而且我们也在 因为剑机是KBG这五个英雄里面 唯一的一个边线进攻点 又要来找Lemon了 又是脸探草 两个大招砸下来之后 Lemon好像又走不掉了 但是后续 加利奥的一个大招 配合丽利亚的一个睡也来到 远处阳过了 阳过了 那这样大唐先被击杀 KG稍微有点上头 被挂了一个虚弱 自己好像也走不太掉了 交向自己的破空斩 但是没有办法能够逃脱 SUNFLOW开了一个大招 还在续还在吹 想自己吵 运到三个人再一吹 但剑柏也如期开启了大招 闪现进场 同样一技能三段 吹起来两个人 SUNFLOW这波有闪现 直接被秒了 有点太伤了 现在FG场面的优势非常大 领先了6000块钱 而且边线也一直有优势 又想过来开了 Lemon的一个勾索 打出了CF17的一个闪现 要围绕这第二波龙团 来打一场价了 但现在一则二的伤害 谁能够去吃呢 没人能吃 而且Lilya现在已经 两件套2-0的发跃 对 Lilya还有水银的 CF17只能以肉身去看视野 过去叫羊 但自己的位置很危险 羊都撞不出来 直接被融化了 贾格斯也是一个 残血的一个状态 大堂的位置还是很危险 叫了一个闪现 应该要被SKY给切掉 而且KG在侧面 一个人打三个 他哪怕打出了四波 都没有用 还是含恨倒在了人群中央 那现在只剩下KBG的双C 要眼睁睁地看着FG 拿完小龙再拿大龙 战场一分为二 但始终是FG 打赢了两边的胜利 同样可以直接拿下这条大龙 继续滚大自己的境界 这波大龙一拿线 然后让四个队友 来防对面上高地 又想睡 这波只睡到了一个泽力 那么是交大招过去强行开 正面伤害有点不太够 他这反击风暴 直接是把下路的高地给推掉了 这样技能交完了一轮 FG看一下还要不要继续进攻中路的高地 等暴龙爆掉的那个瞬间 上去他顶上来 击起了三个人 正面要打起来了 那么在野区 这个爱口处 泽力是比较好发挥的 在FG的几个人很灵活 机动性都非常高 做到是一个安倍萨 而且正面又是两边团战都在打 贾克斯跳进去 直接把自立给秒掉了 那这样这波团战又是一波溃败 Lemon闪现二踢脚 配合上最后的精准礼仪 让KBG第一局比赛 也宣告着结束 四个人追着KG的剑机 有点无力回天了 那这样奥文叫了一个羊 但是无法挽回颓势 把线起用了 但下一波线来了之后 也同样是守不了的 第一局比赛 让我们恭喜FG 先下一场 恭喜FG 哇 这局的比赛节奏 感觉从头到尾 FG都始终是一个 能够掌握着走势的一个队伍 我觉得就是主动吧 FG他们这个阵容选的 也确实更加主动 而且他们在主动这个时机 我觉得把握的东西是比较厉害的 因为有他二技能的独特性 诺手 那这样的话 隔温中单 诺手上单打狼人 也是看到KG拿了狼人之后的一个迅速的侧应 然后这局感觉他们的这个机动性要会更高一些 打团当中可以切后排 或者说是一个有大树的团队控制 先来看一下分线的一个情况 是的 BO3的第二局 目前FG在红色方已经拿到了这局比赛的赛点 都是很常规的 好两下血量就上来了 你就真不能相信 而且都是训练步伐都能回嘛 化虚弱了 Tag这个位置感觉 感觉走不掉了 不太能走啊 先交闪现 闪现绑 不给你勾强的机会 Tag这个地方走不掉了 贪度层了 哪怕勾强在空中被卡莎击落 这贪度层了呀 难受 他出现在那个位置被蓝色方赶过来自己就走不了了 中路 Sky面对一打二的局面加上铁皮的配合 机会找得非常不错 大唐这波在中路的一波Gank也是抓到了格温 这个英雄在打线上不会带闪的这个能力啊 五位冲锋顶上来 但有一个大招能走的 有大招 这样大唐的这波支援帮二人球缓解了非常大的压力 下路要越了吗 KPG的下路中当组是没有回过家的 直接先过来绑 但是一个盾去规避了一下 还在扛弹 在A一下弹得死吗 是最后的点燃给收掉了 桑弗尔徐和耸蝶已经命中不敢飞啊 刚才应该是大树的魂绑 挂大招 又有大一勾勾到了 伤害直接灌死 这一下应该是泰坦钩子的最远距离成功命中 又来了又来了 两个人二打一的局面 二决定效果已经消失了 捆绑走回塔下硬伤害闪现 男还帮扛塔扛到最后 看到了大树直接开一个自然之卧捆过去 Lemon是一个半血 大树的大招效果很不错 狼人捆进来但效果很差 恐惧到了两个人 KG得先交闪现了 R19也来了 想要先打对面的一个tag 男也加速了一个闪现 R19进去 但炮台已经是被KL给控下来 再交一个闪现 所以不上人啊这波 难受 因为FG的第一波全直接转小龙 打龙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而且男又在 SKY就在侧面 龙应该先没了 龙没了之后要打起团来了吗 卡莎怎么就直接飞了 飞了交了一个闪现 但这正面的团战也不太好打了 大树和大糖这里血量都不是特别好 这波炎辅药被卖了 R19也要交技能了 R19交了一个闪现 还好能溜 不是Sunflower这个飞 有点吓人吧 他第一时间就想列出本能 等你三星能结束 再一个无形接手拉回来 打出一个血路 想挂外圈 再A一下大招P下去点燃烧死了 这就是诺手的魅力 KPG前期又碰了 想来抓一下SKY 大树得先扛 大树先扛三个人 塔下四里藏牛开起来 一剪 剪的是还很高 甚至换掉了铁蓝 三个打一个被反杀 有点变形了 急了 这波跃跃的相当的粗糙 而且大树也是交了一个技能 闪现过来挂大招 无非冲锋先收 封闪天资先收一个 而且这个大树也能够越 还在扛 泰坦还在扛 看你脚闪了之后KL KL已经杀红了眼 还要过去再来打 但大树就在后面 九级打十级 这波伏夜哥也不太好打 交了一个闪现往后车 大树通往前再下去有虚弱 致命的虚弱 而且在正面又是一个大灌篮 塔下还有灌篮 这波FG转麻了 打了一个小盘 队友回顾神来把他给救了 正面再打过来 很难 血量很残了 一时间被收掉 KB这么有机会 七位人倒了 交了一个闪现往后撤 RN9还在打 但是这个洞手怎么办 杜天林又斩一个 但洞手太能打了 外圈刮刮到 两个人拿到了一个三杀 有机会拿四杀 最后这两个血魔笑到了最后 三杀加双杀 SKY和Lemon收割了这个团战 这个虚弱叹得套的RN9 有点难受了 直接让FG完成了一波团面 我觉得这波已经是 KBG打得很好 很好的 有9000多的领先 打到11分钟 主要是 非常大的差距 主要狼人和懦守 经济差太多了 正面想过来找一下赵兴 赵兴开了一个大招 闪向往后撤 但是在正面 Lemon要单杀掉 RN9了 RN9先被击杀 而且这两个哥们 还是在打下 三重爪地第三段 顶起来 大唐一死血 Lemon被初二次减速一下 隔墙的拉拉了回来 大唐还要有机会吗 但是Lemon又血怒了 这个血怒状态下真的是 看拿这个怒手一点 放弃了放弃了放弃了 哎 抓到了格文的一个机会 挂虚弱还能再A吗 飞过来对面也有虚弱 怎么有两个人有点不公平 但大唐也来了 想过去找对面的空 可以要提枪赶到正面的战场 哎呦 交了个通关前面还是要被击杀 而且触发了相位猛虫 加上西梅尔狩猎的一速 这个造型跑得飞快 跑得飞快之后 直接枪指大龙 那这样 还是狂风骤雨般的推进节奏 RN9要拿到这条 那是男爵了 是的 还是做不到吗 KBG 困难 首先的压力很大呀 中上的两路高地 可能要直接被推掉了 同一时间被破掉 激光射箭 在消耗两个人 差点要把桑胞给喷死了 再拉一个大招 男已经到了一个死血的一个状态 KG也是扑了过来 但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 拉回来了两个人 证明要在基地门前打起一波团权 KG先交了一个闪前回去 但是后续谁能够撼得动 这个诺手呢 TAC马上要回归到自己 真实的泰坦状态了 不能着急 不能着急 下落兵线 还得要送过篮 TAC的霸龙摇摇欲拽 想找LAM的机会 被一个大龙甩吻 狼人还是跟诺手有个遭遇战 打出了诺手的闪现 然后TAC相当于有两条命 TAC进场了 开始捅 提枪捅 看一下这一下还是斩出来了 斩了狼人的人头 诺手之举 他绝不姑息 诺手还有机会再往前追 三路的高地已经没了 KG甚至来了一个反向闪现 但是没关系 因为KG没有办法造性进场了 但造性直接被秒了 现在格位的伤害也很高 坦坦的一个大招捡过去 SKY还能在泉水门前 聚集大家对面的一个人 其他人演技地就能赢 恭喜FG 14分钟直接结束掉了第二局 而且从LAM的表情来看 这一把比赛 斩爽了 坦爽了 全是灌篮 恭喜FG拿下了BO3的胜利 2比0干净利落 击败了强大的对手KG 而且也是在我们第一轮的 最后一个比赛日 以四杠